我们家这个菜地里的那个菜 被那个鸟都吃完了 刚种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吃 今天我要来拍一下 看下到底是什么鸟那么厉害 在这里搭了一个帐篷 伪装在这里 这一片是刚种下没多久的 但是都被那个鸟吃光了 那些鸟全都吃光了 这个都是被鸟吃的 这个叶子都被吃的光秃秃的 我现在在这个帐篷里 听到外面有很多鸟叫声 看能不能拍到 这边是什么鸟吃的 我现在的要求 那么大事 我现在已经看到了 那些鸟吃的 我们已经有了 如果鸟吃的 我们就是这样的鸟吃 就是这样的鸟吃 就给你吃的 我们去做个鸟吃 鸟吃的 鸟吃的 不是这样的鸟吃的 鸟吃的 鸟吃的 你吃的 鸟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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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帐篷是我提前两天搭在这里的 就是为了让鸟适应这个环境 不会被这个东西吓到 不然它会觉得这个很奇怪 它不敢来吃这个菜了 平时它们很喜欢来吃这种菜 可能是这里离我的帐篷太近了 它们也没有过来 它们就喜欢来吃这个菜叶 刚刚那鸟就是在这里吃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叶子 它很喜欢吃这个叶子 可能是没什么虫吃吧 东边就吃这个来虫鸡 这上面还有鸟齿 有很大一群的 但是我的帐篷离着比较远 没有拍到很大一群的 但实际上有一群 应该有四五十只吧 还有这个也是刚刚鸟吃的 今天我主要的是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鸟 那么厉害 把我家的菜都吃了那么多 其实我家菜地还蛮大的 让它们吃一点也无所谓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下方的关注按钮 每天都会有更新 每天都会有更新 但是 接着